她曾是谷天悦的梦中情人,美貌不舒离子,却因拍戏被污蔑,如今49岁谷深艺人,竟然变这样。 近日,顾天悦在网友的票选之下成功当选为微博给力电影男主角,作为诸多网友心目中当之无愧的男神,顾天悦的理想型女友也一直是粉丝关注的焦点。 不过有这样一位女明星,顾天悦就曾当众表明过是自己的梦中情人,她就是袁杰宁。 作为八九十年代的知名女演员之一,袁杰宁几乎搭档了那个年代香港影坛所有男神。 除了搭档古天悦出演廉正追七令,饰演干练女警简明辉之外,还在与天王郭富城合作烈火狂奔,饰演了俏医师程克风,而在与赵文卓合作中华大丈夫时,又成功挑战了一回多情的日本女子,风格十分多样。 不仅如此,在电视剧《双命一人》中,袁杰宁一人分饰两脚,与正一剑上演的一场扑朔迷离的爱恋,更是让观众由衷感叹起演技的精湛。 15岁出道的她,当时就是因为出众的外表而一眼被黄百明在街上相中,而后与陈佳玲、罗美威等人一起组成开心少女组,三人共同苍眼的开心鬼系列成为许多80、90后的回忆。 记得当时袁杰宁清纯净历的外表让无数观众印象深刻,有观众就认为她是那个年代不可或缺的玉女形象的代表人之一。 然而人红是非多,评级开心鬼系列电影中清纯女学生形象而被观众熟知的袁杰宁,却因为在电影《上海1920》中的诸多镜头而被观众误认为大人片影星,影迷的议论纷纷让袁杰宁承受着极大的心理压力,玉女形象陷些破碎。 不仅如此,为了能够在影视剧中有良好的表现,她疯狂结识并因此而患上厌食症,以至于最后导致身体上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不得不接受治疗。 原杰宁曾坦然患上厌食症的这十几年里,她真的被折磨得死去活来,让粉丝心疼不已。 初到多年,袁杰宁飞闻很少,而最让人关注的就是她与同性密友软家薪七年的感情。 原来当时由于二人关系亲密,就有人传言二人是同性情侣关系,更有媒体爆出照片以示证明。 后来袁杰宁在媒体面前透露自己已皈依佛门,又有人爆出是因为袁杰宁与阮家薪分手才让她心灰意朗,决心向佛。 然而袁杰宁从未对此事进行过回应。 如今袁杰宁已经49岁,而早在五年前她就已经复出拍戏,偶尔在影视剧里可串,虽然不复当年的辉煌,但气质依旧。 作为与李子同框比美也丝毫不逊色的女星,我们衷心祝愿袁杰宁会越来越好。